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3月21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樊东宁 在华盛顿问您主持今天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先把镜头转向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 我们要跟大家来讨论的是关于美中台3D的教育问题 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人才及国力 那么各地除了这个本身的天然资源之外 如果说是天然资源不丰富的地方 人力资源的培养就是相当的重要 像是台湾以前最自豪的就是人力资源的素质蛮高的 那么近几年来大陆的国力跃升 但是这个人力的素质是不是有相应的提高 同时跟这个美国来比的话 究竟美中台三边的这个人力素质的培养 有些什么样的异同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 东宁 好的 谢谢博弈 那么之前呢在海峡论坛的节目当中 我们已经讨论过许多和两岸教育交流相关的话题 而今天节目呢 则是要把焦点放到两岸各自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 除了比较台湾和中国大陆有哪些可以互补的地方 也来探讨一下美国的教育体系是否有可以攻两岸借鉴之处 那么首先我们先请博弈介绍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 博弈 那么今天在台北呢很高兴为大家请到的是台北海洋技术学院的教务长彭斯周彭教授到节目当中 那么彭斯周教授呢在踏入教育界之前呢 曾经在大陆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对于大陆的社会 还有两岸的交流有非常深入的了解与分析 我们今天非常的感谢彭斯周彭教授到节目当中和华府的嘉宾 以及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讨论今晚的话题 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今晚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 欢迎彭斯周彭教授 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美国维基尼亚州社区大学的校董赵惠普先生 赵惠普先生欢迎您 谢谢 好的由于是向讨论的海家两个听众观众朋友 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长途电话参加节目 直接向两位来宾提问题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看法 参名就是您参与今天节目讨论的具体方式 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电话方式 在台湾地区的听众观众请您先拨 00801 102 880 然后再拨866 837 5159 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先拨打10 8888 再拨打866 837 5161 此外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 您都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点击主页右下方的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听众观众朋友也可以利用电子邮件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 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us新闻at gmail.com 您现在就可以把您的问题和观点 寄到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 usxinwenat gmail.com 我们稍后会在节目现场 请两位来宾回答您的问题 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讨论了 我的第一个问题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赵惠普先生 刚刚博弈提到了我觉得他讲得很好 就是以人才及国力 那么我们也想借由今天的节目来讨论一下 比较一下美中台3D的人才教育 那首先我想先从美国跟中国来请您做个比较 我们都知道美国跟中国在所谓基础教育这一块 和高等教育都各有优势 那我想先请您做一个比较 还有两边各自存在的问题又在哪里呢 好谢谢东宁 我想教育这个问题 今天只有这么一点时间 我想我们可能如果能够讲到一两个很重要的重点就不错了 那很快的比较一下 因为我们中国的传统都是世代夫观念还蛮重的 只有在文革的那时候完全不重视这一块 可是最近回来又来 而且中国我觉得因为从80以后是一胎化以后 小孩子念书已经不见得是小孩子为了小孩子将来 而很多父母是说这是我的家庭的荣誉 就好像有一点点有人称为这种比较扭曲的家庭教育 我觉得不但是家庭教育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好像都被扭曲了 所以在这种极度扭曲之下就产生很多怪现象 就比如说当然中国到今天为止还是这个一试定中生的这种感觉 但美国的教育在这边就比较弹性比较多 那可是呢 因为你一试定中生在中国 你就必须要去背很多书 去参加很多补习班 然后把家里搞得都非常紧张 然后那个那个所以的中国的小小朋友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统计过他们到底快不快乐 然后就说他想去念的书是他爸妈帮他设计好 还是他想要去念的 有没有性向测验说你可能比较适合当老师 因为中国人好像那种观念 还有另外一种观念是什么地方赚钱多 你就应该去那个 不但是在中国这种观念 在中国有在我们在美国的华人的那个家庭都一样 我昨天还有一个跟人家有一个interview 他就是在讲 他说我们那个在大学里面 这些亚裔的小孩子 尤其华裔的小孩子 进到大学里面有是是最高的受害群 为什么 因为家里给他灌输很多观念 他到大学一看 怎么大家都不一样了 念书的方式都不一样了 也没人逼你死倍了 那美国的教育是这样的 在我们所谓的K12 就是高中以下的教育 这是一般教育 他的一般教育 现在看起来好像在全世界的这个竞争力不是非常强 我去年还参加了全球这个教育高峰会议 然后代表我们维吉尼亚参加 全美国五十个州都到了 还有那个我们请到芬兰跟新加坡的市长来介绍 他们的教育为什么那么成功 这中间就有很多很多蛮严肃的课题 但等一下说明有些观众会打电话进来 我们可以利用一些机会来讲 美国看起来是K12以下好像不是很强 比不上其他国家 但是它是一个非常独立 然后讲求你去思考的 它是种一个种子 什么时候发芽还不太清楚 但是我可以很严肃的告诉各位 就是说你一个人的成功是看一生 而不是看高中以下的 你如果把美国的教育加上高等教育 就是说高中以上 就是说比如四年治大院以后 你会发现美国的那个教育的水准 还是在全球的顶端 所以我想它的教育本质 它很可能有一些状况 比如说我们在里面分析 有很多人觉得就是说 美国的老师有点问题 因为现在的老师的数值是 所谓他们SAT score最低的一群 跑来当老师 所以我想就说有一些小问题 但是长远来讲 美国比较重视说 你这个人的个性适合什么 然后家庭 这个社会的教育也说 你如果做这个快乐 你就去做啊 我想我这个观念提出来是蛮 蛮那个 因为我们中国的观念 好像不太有这个观念在这边 好的有关于这个教授的素质 还有如何让孩子能够学得快乐 稍后我们再来集中时间讨论 不过我先想请教在台北的 彭斯周彭教授 因为你在台湾 现在也是台湾海洋大学的教务长 一定对这个教育问题很熟悉 那刚才赵慧普先生也提到了 这个一考定中生 这样一个中国世代 科考的一个传统 那我知道台湾过去几年来 一直不断的努力去修正 这样所谓的一考定中生的 这样的一个弊端 那不晓得台湾在实施这种 从考试到多元录取这些 改革的过程当中 您觉得有什么重点 是大家一同来分析跟学习的呢 彭教授 当然就是说 在台湾教育改革的过程当中呢 最主要一开始的初衷 就是想要改善这种 一考定中生的这个制度 其实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 都是这样的制度走过来的 所以说我们深深的知道 就是说这样的制度里面 它带给小孩子的压力跟不公平 也因此呢 有了多元入学啦 还有现在这么多元化 有申请入学推增啦 这样的一些 进入大学的不同的管道 但是呢 现在在这个节目里面 我要强调的就是说 在过去呢 我们在推行这样的改革的时候 其实也有遇到若干的问题 我们遇到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把以前我们非常好的传统呢 把它丢掉了 以前非常好的传统是什么呢 比如说台湾的技职教育 台湾的技职教育 这一块呢 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它解决了台湾 在那个经济起飞时期 学习